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因与同路人 欢迎大家来到《忍与同路人》的节目 我是Grace Huy 今天在录音室里面 我就请来了陈来荣医生 陈医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在医学院里面任教 为什么我会认识他呢 其实因为他曾经得到几次 结出的教学奖 而我认识他的时候 其实就是陈医生 在温哥华的Regions学院读书 他是当时我们学生会的会长 那之后呢 读完书分业之后 没多久我又听到 他去了云南 培训乡村的医生 其实他那六七年 在云南的时间 之后中国政府 是家长他之外 感谢他 培训了成千名 几千名的乡村医生之外 连新加坡国政府都很感激 他能够为国家 可以贡献那么多 去培训中国的医生 因为他的女儿 都是在温哥华出生 然后他又回到温哥华读书 所以他很多时候都会来探亲 而今次在pandemic里面 他又刚好回来 去探亲一些好朋友 我就说 很难得陈医生 不如就真是为到 恩与同路人的节目 跟我们一起做一个访问 分享一下 他在云南的生活 那时在云南的生活 在麻风村医治很多病人 甚至现在他在新加坡教学的情况 欢迎你陈医生 好 恭喜 来到温哥华 陈医生 其实他的华语 他说他的广东话 就真的一般了 我就觉得难得可以访问他 不如他可以用广东话也好 普通话也好 甚至英文也好来分享一下 陈医生不如说一下 其实你怎样成为医生的呢 你是新加坡真是培训出来的 是 我18岁考验时 那时候不知道有大学的 我的家庭很穷 我是第七个儿子 不知道有这个大学可以读书 我是入了兵 新加坡男子都要服兵仪 入了兵 不用读读了 可以做工 我的国家考试 陈医出来我没有去拿 浪费了 拿来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有一个运营做什么 神我们的耶稣 真是爱我 我的朋友 帮我 拿了我的陈医 跟我说 这个很好啊 你要读大学 我也不要申请 还有一个 是去教会的 帮我申请 我是不知道谁 帮我寄了到新加坡 五扣钱 的申请费 申请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大学懂什么 我是准备去打工的 你说你要去读医生 这个可以读的 我说好了你帮我填吧 他帮我填上去 就进了新加坡大学 所以我觉得 可以读医 有机会读医 有机会 做个医生 这个是 耶稣给我一个 恩典 这样进去 所以我读了大学 做了医生 我觉得可以去一个贫困的地方 贫困的地方 我是要去印度 因为那时候 我不懂讲中文的 我们想去印度服事 是这样开始的 是 你说你升坡大学 读完医之后 你不是应该顺利出来做医生 为什么你来读神学 这段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为什么呢 你做了几年的医生 才来做医生 在新加坡 做到八年的医生 因为我读书没有钱 是的 我的学费都是 政府给我的 资助你 资助你 资助我 我是觉得 那时候第一天 我接到大学的封信 说你有机会读医生吗 我第一个说 我妈说 是 那时候我妈在洗衣 用手洗我们的医 洗衣 用手洗衣 用手洗 洗多一笔症剂 洗衣机 即是我妈妈 她在洗衣服的时候 我跟她说 妈妈 我可以去读医科 唉 她说 很辛苦 我是最小的七个 我妈妈有七个 我是最小的 我妈妈知道 我不懂读诗 是 我哥哥懂读诗 是 我姐懂读诗 我妈妈说 很辛苦 她说 你可以读诗 你要读诗 不过你知道 很辛苦 她说 唉 多一次 她说 不过你要知道一件事 是 我妈妈读过书 是 我们那时候 住一房一厅 九个人 很小 这样 她说 你要知道一件事 她说 知道什么事 我不要这个面子 我不用这个面子 我不用这个面子 全停 你妈妈不用这个面子 我觉得你妈妈很难得 她很多时候 母亲都希望望子成龙 希望我儿子做医生 我就 喂 因为我儿子是医生 但他反而想你做回自己 而且 无论你读什么 你都是我的儿子 这个妈妈都是很难得 所以你说这件事 所以令到你去读医 这件事 是觉得无论如何 我不是只要和我家人交仗 而是真的要去服务其他人 是吗 It's a true freedom 是 是 百分之百的自由 是 八分八的自由 可以 那你读医的时候 有没有真的觉得难呢 很难 因为你真的读医的材料呢 因为权死人帮你报告 不知你是不是真的读医的材料呢 很难 和我的聪明的同学们 你读读要几个小时 我要三个小时搞定 如果去三个小时 我就要五个六个小时 哦 即是你是三倍 当然是慢一点 读读是慢一点 不过呢 耶稣 God is fair 是 神职很公平 他们读读叛赖 读读叛赖 不过入医院看病的时候 我和这些老人家很好 我要说马里话 我要说福建话 我要说潮州话 是 他们读读的 不要说 是 他们读读很快 不过入医院 入病房 做就慢一点 我进病房做就快一点 因为我要说很多话 很快 他们在这里叫他的医院 护士 帮助他们翻译 那些老人家已经被我 看完了 已经摸了 不知道看完了 他的咖啡也给我喝了 很快的 所以五一游 神都给了一些语言的恩赐 给你 无论潮州话 福建话 马拉华 所以你接触病人就快一点 其实你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医生 甚至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医生 为什么你会突然去读神学呢 还要来到温哥的时候读神学呢 我们觉得 可以读诗 有机会读诗 是一个祝福 是 绝对 有机会读诗 真是一个祝福 是一个祝福 读神学 可以帮我 多了解人 嗯 其实呢 如果你给我的机会读 读 读花 读 植物学 是的 花草树木 你很喜欢 我也可以读 是 因为我有同学 医生 很好的医生 他们有音乐 用电脑 读什么都好 纸盆 纸菜 多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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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OK 我明白了 我可以做更加好 更加有心的一个医生 是 所以对我来 可以读神学 这个机会 哇 是我们的第二次祝福 是 真是好 如果你不是因为 来到VYON 读神学 我都没有机会认得你了 其实是真是难得 刚才你说了一样 令到很触摸到我的嘴 我们真是一般的人 以为读神学 是去认识神 但是刚才 陈医生你说 读神学 是令我更加认识人 原来我最近 都在这段时间 在想的时候 当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 神是做我们的 我是从人身上 更加可以认识神 那不如 我想那些人都会有点心急 讲一讲 因为这一段 你会有很多东西 可以和我们分享 究竟 为什么你会选择 读神学后 回到新加坡 你会不会再做医生 未去云南之前 我的爱人 你的妻子 你的爱人 我爱人 她是新加坡大学教书的 是 也是教书的 所以我要回去 她的工作没有辞职 我要教 等一个事后 她的合约 教完 正可以离开 是 所以她要回去任教 完了约 她才可以离开 是 而你为什么会选择去昆明 去云南呢 我们没有选择的 没有选择 我们是看哪里 地方对我们有安全 可以服侍 是 我知道那时候有孩子 是的 我知道神是爱我们 是 不过我没有那么大胆 去那些地方 有打仗的 有打仗 有打仗 那时候我很喜欢踢球 有些国家 有地雷 有地雷 她在笑 我们说不行 去那里 做什么不行 一踢球一踢球 踢球 脚脸没有了 所以我们 在新加坡做工 八年十年 每一次放假 我们去 给一些国家看一看 是 斯里兰卡 是 斯里兰卡 印度 印度 泰国 是 是 我们可不可以 来这里 找一个工作 是 不过工作 有一个标准 工作 一定要 肺肉 那些人 不是我做 我可以做 他们做 是 因为你和你太太 两个都很擅长教书 一个都是大学里面教授 而你是医生 即是你原本想出去做 特别去到昆明这个地方 你都不只是去医人 而是你想培育当地的医生 大家听我读一段的新闻报导 其实就是说到 这个新闻报导是星岛日报说的 就是说 云南昆明来了一个新移民 他一来到春城 大家就不用去看医生 因为这个医生会上门 逐家逐户去探望 当地的很贫苦的农民 其实我看到这段 我心里很感动 他一到云南 就教赤脚医生 即是说那里的学生 是没有鞋着的 所以叫赤脚医生 不如说一下 现在这段时间就说一下 你在云南 有几个很触动你的经历 或者片段 特别我听你说过 你去马峰村的经历 可不可以说一下这里 这里是1996年的 现在变化很多了 1996年我们去到西双坦 西双坦 西双坦 西双坦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区 因为云南有很多小数民族 那时候在山区里面 还是比较贫困 山区里面真的很贫困 现在变了很多 是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教书 就是教他们最普通的问题 就是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绝对 怎么样逢针 是的 怎样逢针 伤口有事怎样逢针 他们很逢针 不过我们大家一起 二十几个三十几个车桥医生 大家一起学 那我就教他们逢针 村里面邮轮收生 要逢针 他们要逢针 买点肉 我又去逢针 那学生呢 很斯文 是 不敢跟我说 有一天跟我说 你这个肉很贵 是不是一定要浪费 不要浪费了那些肉 你要实验 教他们怎么逢针 但是不要浪费 我是医生 我们说 哦 In English Knowledge is Priceless 是的 知识是真的无价 这块肉 教我们很多 我们要出这个钱 是啊 我现在割了来 用他的Iodine 谈针针 用Iodine 滇酒 和消毒药水 就逢针 那这个学生 有意思 陈医生 他叫我陈医生 我们明白 要真正的学 如何逢针 不过 不可以用这些Iodine 点酒 可以吗 所以要用的 我们一样 可以用醋 用醋 是的 用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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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 那之后可以吃 陈医生 你用了 我们就可以吃 你用滇酒 用消毒用水 用你的Iodine 我说 是对的 很对 我们觉得 哇 我们真的一起学 一起学 一起解决问题 一起解决问题 绝对 听信会 我们想游到 喜欢的 那些ох 那些 这些 替大家 为 我 喜欢的 有些 有些 很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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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你眼中光彩 全感恩的习生 每天都有新希望 成就一生转奇 回味每一刻最美 People helping people 人静主的爱 People helping people 分担一切相差 People helping people 后发基督光阳 People helping people 流露起相真相 其实陈医生一直都很谦卑的人 其实用于我说 有时候我们当我们自己有一个专业的时候 我们就不喜欢听人家的意见 那陈医生是不是你听一些当地的居民意见 你都学到很多东西呢 有没有哪些是你觉得你在他们身上学到的呢 所以我去云南前呢 我不要讲普通话 我到今天我不要看中文的 看英文的 看英文多了 是 所以那陈医生我觉得 因为我不要讲中文 我要学 这个很帮助我 是 如果我会讲中文 我第一天飞进去 我就会把他解决问题 我就会很骄傲 所以我要学 你为什么要骄傲 陈医生他要学的时候 他就不骄傲 是的 所以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最好的方法 教他们 就是一起学 是 我们看到 1990年代 1990年 那个要 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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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种植树 洪水 洪水 我们要种植树 另外去到 去的村 我会种 20棵 30棵 100棵 白梨 核桃 都要种 我不少种植树 但其实昆明本身是一个花城 他们有很多花 但你要种植树 你是 西山版纳不同 种植树很重要 你问美国人 美国人都说 种植树很重要 你问他有没有种植树 没有 没种植树 像我们现在 减肥很重要 很重要 你减肥不会 体验很重要 不过没有去做 没有去做 我们每一次 又去到 现在春年 我们会种植树 几树 那说一下麻风村 你是一家大小去的 你告诉我 我看你这本书的时候 你女儿的时候 肯跟着你入麻风村 她的人很感动 很感动 我看过你种植树 有一次我去到麻风村 我说我种植树 村长说不行 第一批又说不行 为什么不让你种植树 其实麻风村是否他们要隔离自己住 那个时代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种植树 没有种植树 对我们没有意思 是 我们种植树 种花 所以我的女儿很喜欢 她就带了很多植树 很多种植树 那个种植树 我看她说 不行 村长说不行 我们要听她的话 去那里 我们就没有种植树 那天我们就做我们的工作 看病 一起喝茶 一起吃饭 四点多 我回家的时候 村长来跟我说 陈医生 陈医生 你是不是要种植树 我说是啊 他说 你可以种 你可以种 为什么突然被你种 为什么会改变的呢 是不是我们医生很好 不是很好 他说 是 你们医生很好 你们又很好 无事都很好 不过最重要的 你们的弟弟都来的 我们在这里二十几年 没有看过弟弟了 没见过小孩 没见过小孩 你相信我们 你喝我们的茶 你坐我们的椅子 你可以种植树 不过我很喜欢说 我不要种植树 你教我吧 你为什么 我刚刚是新加坡大 我不要种植树 你教我吧 我们学到 每一次去到一个地方 我教你 我教你 我是专家 我是专家 他们会变得很抗动 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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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他们不好 我们一起做 一起重视 他就会教我 他就知道 他有执日 他有希望 这个对他很重要 其实呢 陈医生 你这段的经历 因为你送了两本书给我 其实陈医生写了很多书 其中一本书 我记得就是说到他在云南的经历 亦都说到 为什么这些马峰村的人 能够这么接纳你 因为你是跟他们一起喝茶 你跟他们一起吃东西 你带你的女儿进去 让他们可以见到小朋友 你从来都没有害怕 他们会感染你 虽然马峰病 那些人说 会不会感染的呢 究竟会不会传染的呢 某程度上 某程度上 但是我想这件事 令我想到 其实我们基督徒 很多人 身边的听众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时 对一些基督徒 有些反感 你只能说而已 于是我真的想到经文 《圣经》里面有说过 《约翰一书》三章十八字 他说 小子们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我真的在跟你接触里面 我发觉你是很在言起行的人 我知道你教孙 你很疼你的学生 你很懂教 你很疼你的小孩 甚至你的病人 你很明白他们 你去触摸他们 你就像耶稣那样 不害怕 究竟你有没有害怕过 去做行医这么多年 接触见到这么多 这么多的病人的案件 你怎么去了解以致 你真的能够帮到他们呢 我觉得我们要 证据基础 要有实例 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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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害怕的是车祸 哇 很血淋淋的 一有事就 车祸 最大的危险不是病 全世界 开车开太快 是 赶紧时间 这是最大的危险 我觉得我看到你的根据 我坐车 我不让工人 我们的团队 不得车祸 你的坐车 一定要大 一定要大 有时他们说 没有政策 不不不不不 这个不是为了政策 不是因为警察 绝对 保护我们的安全 真是 我们自己的自身安全 我们可以开车 十个小时 我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不应该开十个小时 如果十个小时 我们两个人开车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我说你不行 我是医生 我要告诉你 你不行 十个小时 我说三个小时 要转过 他说 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 我说是 所以我觉得 我们有 肯定的 我们怕的 有很多 不需要怕 我们应该怕的 我们不怕 所以我问这个问题 现在在 pandemic里面 多谢你提醒了我们 原来他作为医生 最难处理的是车祸 他也提醒了我们 身边的听众 我们真的要小心开车 但其实 特别在pandemic里面 人有人之间的信任 是否真的少了 陈医生 我记得 1997 97年 我第一次 跟我的乡村医生 乡村医生 去到爬山 跟他的弟弟打针 你真的上山去帮他们 他说 坐一个船 等到船 过去河 这样走一个小时 去对屋 我问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现在 不相信 波生风 波生风 他说 打针 就没有弟弟 哎呀 我们一定要跟他喝茶 去到那边 三个小时 我坐在那里 看不到弟弟 哪里有弟弟 小朋友打针 他说 你等吧 陈医生你等 你喝茶吧 他们会来的 是 他们在想要不要相信你 他真是害怕 如果打破 双方 真的没有 地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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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弟弟 是吧 没有弟弟 但是等了三个钟 有没有呢 陈医生 他们会来的 因为 你三个钟头 我不只是来 完全我的任务 当然你不是 只是去完成任务 绝对 我来是关心你 为什么我要了解你 好鬼呀 三个钟头 今天 我们 pandemic 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不相信 OK 那么我觉得 我要听 我要用 evidence 很好笑的 有一个 六十几岁的 女的 missus 她跟我说 打这个针 会影响 the genes 是 我是跟她说 你应该六十岁了 你会不会生小孩 她说 蛤 你知道吗 科学上 这个妇女 在她的妈妈的胎儿 她的暖的 腎 已经隔离了 即是说 她那个卵子 这个 是不是 暖 是不是卵子 已经是隔离的了 在妈妈的肚里面 已经分出来了 已经分了出来 一个妇女 她在她的妈妈的胎儿 这个胎 baby baby里面的暖 已经分出来了 明白明白 上帝的奇妙 上帝的奇妙 上帝的 所以你打这个针 你是 evidence不会影响 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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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影响 我说不影响 你不相信我 我说 完全会影响 你都没有 不会影响你下一代 你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证据 要看证据 绝对 因为你从医 学医的人 一定要看证据 其实容许我说 陈医生 不单只是云南的 小众民族 或者在乡村的人 有所谓的迷信 是不是我们不多不少 我们都受到 我们父母的教育 好以前 众说分文好 有迷信 而你作为医生 都叫我们尝试 真的要去看证据 而不是看你的感觉 感觉是重要 感觉都是重要 证据 以及relationship 我们的关系 在农村 我们的relationship closer 因为我去到 云南的时候 我住在一个单位 住在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 我们第一次去 在新加坡去到单位 觉得 哎呀 这个没有自由 自己的屋 自己的condo 我三门 没有人知道 我的privacy很重要 住单位 有没有privacy 东中人都一起做工 一起 都知道 我们真的感谢主 去到云南的时候 住在一个单位 在单位里面 我们可以 建立这个很好的关系 当然 刚才你提到 私人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说 很怕人家知道 反而你是很想 进入人群当中 去服侍他们的 在这茫茫的人海中 是你把我找寻 在这茫茫的人海中 是你把我找寻 因为你爱了我 你的爱充满整个宇宙 充满整个山河 我刚才说到他在云南的工作 做医疗 做教育的工作 培训了很多的乡村医生 其实陈医生 他在云南是前后15年 1996年到2010年 2011年之后 他因为得到一个奖学金 于是他回到新加坡 在新加坡的李光耀大学 是读这个 Master in Public Amene 他是做公共的事务 以及政策 之后 其实他是回到新加坡的 国立大学 在医学院里面任教 即是说 现在他的研究 仍然在医学院里面 做教授 做教书工作 还有 刚才我在开场的时候 已经介绍过 其实他拿了几个 结出的教授奖 陈医生 可不可以说一下 你的教学生涯呢 为什么会你拿到这么多奖 在大学教师 真是一个幸福 是幸福的 所以我就用我在云南 学到的教师的方法 带入到我们的大学 因为这个大学的学生 很聪明 不好意思说 新加坡大学 我真的想赚 新加坡当年 我在香港的时候 是很出色的 你们很专业的 有时他们很聪明 不过他们的自尊 自尊 自尊 都强的 不是太高 估计是很高的 是 父母的 社会的期望 父母的期望 社会的期望 自己的 一起问我们会不会成功 会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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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用我们的教师的思考 就知道你可以的 不过你要在大学三年 四年 是为了拿一个文凭 文凭 为了拿文凭 是的 我就有赚大 嗯 或是真的你想去得到一些学识呢 去帮人 我是知道你是聪明 我是教你做人 是 是 怎样教你做人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 is gratitude 是 要懂得有感恩的心 真的 有一个感恩的心 如果有感恩的心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学习方法 所以我们这样教书 大家 无论是什么真理 数学的真理 科学的真理 音乐的方法 如果你把这个真理 吸收有感恩 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成功 嗯 其实我知道 除了他们是需要 你说要 除了要学识之外 有数学的真理 有科学的真理 之外 你真的想教他们做人 懂得做人 懂得有感恩的心 他们有没有问问题 有没有问过你 有没有挑战过你 有 应该挑战吧 他应该有 我是在中国学到的 因为在中国 我有机会去很好的大学 上海啊 北京啊 很好的大学 这些博士生啊 很聪明 博士生是很聪明的了 读到上来博士 在上海 有有名牌大学 很聪明 不过我们 不要做人了 嗯 我们很成功的 担心了 很多东西 都担心了 嗯 好 我们要给这个 安全的 space 有一个安全感 要有一个安全感 可以谈我们的 担心了 担心了 为什么担心 其实我想你在做教医生之外 你都帮助医生 去将他的压力去舒缓 嗯 作为一个基督徒呢 陈医生啊 你有没有机会 跟他们分享你的信仰呢 我觉得 是 是 翻译 我的 gospel 是 是 他们自己要去发掘神 多过是你告诉他们 神是怎样的 他有版体 他看到你是一个基督徒医生 怎样去教他们 你说是一个发现的旅程 discovery process 他们要去心同感受才行 所以 我们读医科 一个人 可以睡觉 可以吃 可以上厕所 可以走 It's a miracle 因为你知道 有一生一件事 不唱 不唱 哎呦 好麻烦 是 不管是一个红细胞 你的red blood cell yes 不管是一个眼睛 耳朵 哪里不好都不好 所以 Life is a miracle 陈医生你说得对 你当你发现生命的时候 生命真是一个奇迹 小小事出事 都已经不行了 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能够透一口气 都应该感恩 所以 英文 有一本书 Beauti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我相信中文都有 Beauti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我们是奇妙地受造的 By Dr. Paul Brand and Philip Yance 我看这本书 看了很多次 是 这本书是麻风村出来的 是 因为 一个麻风病人 他不觉得痛 他的神经线 坏了 他的手不觉得痛 他会拿一个很热的东西 我们会放 他们不放 手烧 他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 所以 这个医生 Dr. Paul Brand 他就写了这本书 Beauti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那么他们学医 我们知道 学到医 我们都知道 就明白 神是创造我们的 所以可以用这个方 这个 the celebration of life to preach the gospel 绝对 其实刚才 陈医生所说的 我们是受造奇妙可畏 我就想在这里 读一段的经文 就是诗篇139 139 139 对了 他就是这么说 我的肺虎是你做的 我在无福中 你已经是福辟我 我要称借你 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之道迹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承认的体质 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策上 神啊你的意念 向我何等的宝贵 其数何等的更多 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 深深感受到 神是创造我们的 特别有今天 陈医生的引证就是 我们能够一色常存 我们能够 很好人无事 能够每天起床 可以做我们要做的事 陈医生说 我们可以去洗手间 我们可以吃东西 已经应该要感恩 作为医生 你能够感受到 人能够存在 能够有健康 已经要感恩 那之余呢 其实除了这样之外 你还怎样去将你的学生 带到 刚才我再想问 怎样将你的学生 真的去感受到 那些病人的痛 以至他们能够继续 可以 不会做到化呢 我教师的方法 三分之二是在教室外面的 因为我教师 我说 我有时半夜十二点开始 哦 是 你是不是跟他们去 Field Trip 有些叫做Field Trip 半夜十二点呢 我们就去到新加坡一个 卖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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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船进来 船进来 就钓去的鱼 钓在 整条鱼钓在码头 整条鱼倒下去 在地下的 很多鱼 有点骚髒的 很臭 很吵的 没做事 推来推去 我们带我们学生去那里 那学生呢 说 去买鱼 他们说 我说 这个assignment 供购去买鱼呢 大学 不是医生 十个狗盖回来 卖不到 我说 为什么卖不到 没有价钱 一吊在地下 不敢说 不敢问 他说 这些人说话很大声 好像很凶 很凶 很凶 我想他们也不是凶 因为他们真的做完 他们在超级市场卖的 是 我说 明天在超级市场 你的鱼做得很漂亮 在这里 你大伙不是说 异乎租 今天我们来看 我要给他们的资料 给他们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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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做夜班的 是 心脏病 哦 高血压 高血压 要多个最少百分二十 哦 真是用职业 你已经可以 真的可以知道 病的病原因 那也是 他们问我 为什么呢 我就不跟他们解释了 我们两点了 好好好 去吃东西 烧野 烧野 你两点烧野 有什么吃 是的 烧野有什么吃 你看看 买不到好东西 是 油炸的 不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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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 很甜的 很油的 那他们就吃烧野 吃到烧野都很好 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跟我解释呢 为什么 做夜班的 会 起格高 要甜了呢 他们一起吃 一起笑 因为这样 没有沙拉 是的 当然了 你要知道 为什么这些人 会做这个 半夜的工作 嗯 有些是第二个工作 是 有些是为了他的高薪水 是 高薪 你要知道 医院也好 校学也好 什么也好 有人做夜班 一定有人做夜班 是 我不是要你做夜班 我要你 拜拜 你成功 你要 你要照顾 嗯 你要关心 关心 关心 那些做夜班的人 是 绝对 怎样关心呢 嗯 我们可以学 嗯 有时你要传去 去浅茶 嗯 你要卖水果 Apple orange 木瓜 嗯 你要提醒他 你有这个问题 嗯 因为如果 你不 你为什么会来做工 哦 因为我要这个工作 工资 高一点 嗯 如果你为了你的小孩 我要你健康 嗯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 让他看到 我们的室区年 真正的问题 嗯 不能等到医院 我心中病 那些太贵了 太迟了 嗯 嗯 你的爱曾拯救多少人 你的爱曾激励我们去生活 谁不想你去神霞 谁不想你高唱赞歌 我们伟大的神啊 我们伟大的上帝 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 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 说不清你的慈爱 唱不清你的公义 在这光阔的大地上 谁不敢写赞美你 谁不敢写赞美你 其实我想陈医生 你说到他真是一个全人的治疗 当你去诊证的时候 你会知道他的背景 他的职业的背景 他也要你的学生 去明白你的病人 为什么他有这个病 因为他可能有职业的背景 以至他能够对症下药 哇 很多功课 学生很高兴 十二点 一晚十二点的班 每个都可以 上午九点的班 一半都不理 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看到你能够将你的体会 无论是在云南的体会 融会到现在的教学里面 陈医生 接下来 我们差不多要完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有什么希望 前路你会如何 很多人到你这个年龄 都说要退休了 那你的想法又如何 哦 讲一下你的梦想呢 陈医生 嗯 耶稣给我们很多机会 嗯 在新加坡呢 我是六十岁了 是 六十岁这个年纪 很多机会 是 我们要问 这个机会 我们现在 说实话 是 是 是 我们要问 我们要用这个 擁有这么多 做什么 是 是 是 为了自己 我为了其他人 学到我妈和我说 是 不要这个面子 如果六十岁 还是 靠 穿什么衣服 洗什么车 找到朋友 哦 这个太可爱了 真的 我都赞成 是 多谢你提醒 我是1974年 信耶稣的 是 是 那时候我妈和我爸 不是很高兴 嗯 嗯 我妈是 2004年 才洗禮 圣耶稣 是 30年 我妈现在看不 我瞎了 看不到 是 不过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恩典 很旧 她很开心 我问她 妈妈你看不到的 我没有癌症 我没有痛 我看不到 我们去海边 听她的浪 是 听鸣叶 好好啊 为了别人 别人的幸福 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幸福 为了其他人的幸福 年轻一代的人的幸福 很多父母 是 对方法是 擔心他们的幸福 好擔心 我在大学教书呢 问我的学生 我说 你对你的父母的感情是怎样 对父母的感觉是怎样 我父母爱我 不过太担心了 我们不知道是担心什么 考试也担心 我懂他也担心 我不懂他也担心 因为他这么担心 我们更加担心 父母的担心 成为下一代的压力 是这样说 新加坡的父母 有些资源 可以的 开车送 他的儿子去学校 我和我的弟弟 我说我不买车 医生反暴 新加坡的错工 MRT、MTR 很好的 我不买车 我不要这个面子 医生都说还保 不要面子 医生不一定要开车 不是啊 我去到医院 没有停车位的 医院我们很重要 早早去停车 不敢出去的 开车吃饭 回来没有停车位 你又不是很大颗人 没有去 不会给你 我坐的车去 我和我的弟弟说 我不开车送你去学校 第一 你要读力 读力 第二 而且很多家长 很多家长都很紧张 很紧张 紧张 就angry 紧张又令自己很心急 又开始怂 不是 小朋友紧张 很不好意思啊 突然打开车一会儿 看我是你的最好的同学 最好的朋友 我打开车的爸爸 我说不要读力 不是不是不是 我说 如果要送你 我送你去 五分钟你自己走过去 我和我的儿子和女儿 我带他们去车站 是 有时我和他们坐车 是 我说不用洗车 是 不用驾车 很多大年轻人跟我说 因为我的父母很紧张 紧张地表达出来 是 紧张地表达出来 就是成为一些 啊 愤怒 愤怒 是的 很紧张 很愤怒 如果有什么事做错呢 就会 啊 啊 为什么要这么用 批评 找些负责人 是的 投诉他一定会的 他的学生很难做 是 明白 所以他们说 如果你可以跟我们的父母说 给我们 我们知道 你最喜欢你的父母 跟你做什么 我们一起煮饭吃 是 我们打白面灯 是的 打球 打球 我们踩单车 这是我们去最重要的 不用跟我说 你考试好 我带你去Paris玩 当然Paris做什么 带我自己去 好爱去Paris 不是跟你去 同学去 朋友去 好够好好 跟你去呢 哎呀 不要这么紧张 放心一点 是 相信我们知道 和我们一起 我一代 是用我们的资源 用我们的钱 为了小朋友 紧张 这个不是好的方法 我们要用我们的资源 来鼓励他 来知道 神是爱你 我也爱你 其实陈医生很语众心详 我真的要用我的资源 去鼓励我们的下一代 告诉他 神是爱他们 而我们也是爱他们 好像我妈跟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就是我的儿子 是啊 陈医生 真的 不是因为你是医生 你才是我的儿子 对吧 因为你很厉害的学生 身边的听做都容许 陈医生分享 他自己都是父母 心里面 觉得我们应该 如何跟我们的下一代来相处 你呢 其实因为跟很多下一代相处 你的学生都是年轻人 你真的很明白他们的心 是怎样的 很明白他们的心 很感谢你今天的时间 真的很好 陈医生是很难得的 他真的要转台 因为他教书的时候 他经常要用英文 他用英文去教学 今天要将他转几转 我又不会说福建话 又不会说潮州话 又不会国语 又不算是好普通话 所以今天要陈医生 转台来就我们 用广灯话跟我们分享 好多谢你陈医生 我们希望有机会 你再来温哥华的时候 再来到音乐室 来这个《恩语同路人》节目 跟我们分享你的体会 多谢你陈医生 OK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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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主啊 我赞美你 因为你拣选了我 在这茫茫的人海中 是你把我找寻 你的爱充满整个宇宙 充满整个山河 你的爱曾拯救多少人 你的爱曾借励我们去生活 在这茫茫的爱充满整个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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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茫茫的大地上 谁不感谢赞美你 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税可以怎样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谈一下 我们的电话是416-788-3322 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已经有敬天的文化 在历史的场合里面 中华文化的发展是怎样的呢 中华文化远远流长 一脈相成 中华文化系列 一脈相成 第六集 笑典 下集 由邓启耀牧师主讲 好了 洪水之后 假设它就是闪的后人 不过你要记住 不是单单一支 应该我的研究是多于一个族群 你不要忘记一个族群 只不过是很少人 十个八个就开始成为一个族群了 所以其实应该是很多族群 来到中国大地安居落叶 然后刚才说过 在黄河长江两岳不同的地点 遍地开花地发展他们的文化 然后去到大概公元前2358年 出了一个名军 叫姚帝 我们大家都熟悉他 然后去到2257年 就是禅为何人 禅让给信 然后就是大宇治水 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 遥信与这三个王 其实那个年份都是很多重叠的地方 当然 另外其实这是一个 我们中华民族史上的盛世 这个盛世其实有一种文化 是来到表达的 叫做典型的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大家记住 其实中华文化史上有几个文化 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譬如刚才提到的 养兆文化 和龙山文化 基本上养兆文化 亦都是承计大蚊口文化 和有少少养兆文化 讲到这里我想讲一讲 其实开始的时候 可能不同的文化是独立发展的 不过后来你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族群 其实开始有多了什么 重叠了 或者是有交往 所以其实不同的文化之间 开始慢慢就怎么互相的学习 互相的影响 所以你发觉发展到文化后期 已经是在单一文化里面 有着另外一个文化的一些特征 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研究 文化史或者是人类文明史的时候 你要记住的 不可以说碧铝分明 A文化就是A文化 B文化就是B文化 后来慢慢慢慢 因为他们是多了通商 多了接触 亦都是文化之间 互相会影响的 互相是塑造的 我想我们可以存在心里 简单来讲 上古我们中华民族 有三大部族 第一个部族就叫做华夏民族 包括严帝、皇帝、尊玉、帝豪等等 另外一个部族叫做东宜 包括了痴游、贡宫、太后、少少号 另外南方 我们一般叫做苗曼 对不起南方被称为曼 苗曼 包括四川、云南、广西等地方 后来最主要是 首两个部族就是合并 就是华夏和东宜 所以叫做二夏合并 所以脱离了图层的崇拜 当然后来也是华夏这个部族 比较突出 和成为一个主导的领袖 所以现在我们中华民族被称为华夏民族 也是这样而来的 好了 我们看完这个之后 历史上 我们讲一讲有两个战争很重要的 一个战争叫板泉之战 一个叫杜鹿之战 板泉之战相传是皇帝和贤帝 两兄弟的交战 或者两个部族之间的交战 杜鹿之战就是皇帝大战痴游 看看周书旅行说 若古有份 痴犹为此作乱 痴犹是刚才说过 他很打得 武功显黑 但同时 他是一个心术不正的邪怕人物 痴犹相传是九泥部族的首领 或者当时叫做大游长 九泥总共有九个部族 每个部族有九个士族和族长 他们信奉是无教 即是拜偶像 离弃真神 习拜鬼神 所以九泥族 后来发展成三苗 然后也发展成为冬仪 再后来成为苗族 或者是高居泥族 另外 华夏民族当中 刚才提过 敬天顺道就是皇帝 尊玉 他们这条线 其实当时皇帝 有两件事我们可以看一看 就是封禅和明堂 先看封禅 之前也两个提过 皇帝封禅 根据《史记封禅书》 这样记载的 每世之龙 轻龙的龙 每世之龙 则封禅答言 回答的答 则封禅答言 什么意思呢 即是 当皇帝当政期间 要一定的功绩行人证 使得天下太平 人民安居乐业 这样的话 他才可以一年一度 上泰山 进行封禅告天 什么意思呢 即是一年一度 给报告 交工作报告给上帝 即是你将这些人民 老百姓交托给我 我已经按照你的道 天道 行人证 来到去管治他们 我现在一年一度 上来 向你做一个工作报告 希望你能够阅纳 你有什么意见 What do you think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就叫做 封禅告天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中国的帝王的传统 另外 在皇帝期间 公元前大概28到27世纪 他营建了一种 建筑物叫做明堂 又叫做合宫 其实明堂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最主要的作用 是用来祭祀上帝 这就是开了中国古代 是祭祀建筑的先学 其实明堂 明是光明的明 日月明 明堂这个设计 是很简单的 重点是天子代表人民 是祭祀上帝 在这个看书里记载 明堂中有一殿 四面无碧 以茅盖通水 圣公元为福度 上有流 从西南入 明若昆倫 天子从入之 以什么 拜至上帝 所以其实这个明堂 当时最主要有很多功用 包括一个人民公社 大家聚集大会堂 有很多消息的发布 或者是断案 都可能是这个地方 但更重要的地方 有一个作用 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祭祀上帝 这个也跟圣经里面的记载 很相似 如果你记得 圣经里面 就算是未曾有圣殿之前 在会幕里面 其实会幕最主要就是行属罪之礼 也在致政所里面 就是这个大祭司 代表里斯利人 是一年一次向耶和华神献祭 负罪的 这个其实 所以你看到中国人 刚才看这个皇帝 无论是这个风禅告天 又或者是明堂 其实都是继承了 以色列希伯来的文化 是敬畏神 是祭天 还有是负罪 又或者是施行政策上 是以神的旨意为依归 所以这个是非常明显 我们看到这些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一个很大的特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